我的脸像变形了一样 怎么调呢 美颜 我说瘦脸 我瘦得我的 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Mongja 我直播 今天是一个 我要等大家吗 对 好的 我已经发起了这个直播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个直播间 然后今天也是高考的日子 先给我们这个高考的同学们一些掌声 希望他们可以发挥正常 是吧 是的 那你们的掌声呢 给高考的人们一点掌声 祝他们都高考顺利 大家有来了吗 那我要连线他们了是不是 我前面已经连过了 那我怎么看到他们出现啊 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了吗 都来了是吗 然后我要按他们连麦 接受上麦是不是 好的 来让我们首先接受上麦 Justin 我妈 哈喽队长 哈喽 哈喽队长呀 我先发起 跟大家连上线线哈 你先跟着胡 哈喽大家好 我是Justin 哈哈哈哈 太开心了 他们怎么都不准时 他们没有是我没邀请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红山 马上连上线 耶 山山 哈喽哈喽 怎么突然间就出现了我的头 太突然了 快点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哈喽我是何凤山 我队长好我家哥好 哈喽哈喽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那个 一范 给他连上 一个一个上场 这种感觉好隆重啊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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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快点跟大家打 快点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金堂少女303的张亦凡 303 303的张亦凡 好帅 有点美 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 薛明姐 是我的苏东方 耶 哈喽 好久不见 欢迎我们的 大家好我是薛明 薛明姐是不是在 在薛明姐是不是在三亚 在海边 对要不要给你看一下 海边的景色 可一子 我说 不行 没关系 一诺他们在哪里啊 哪一个是一诺啊 好多人突然想要 跟我们一起连麦的这种 我这个操作吧 怎么说也是个 不是拿手之人 A姬去哪了 A姬 主持人是哪一位 主持人是没有连上麦的吗 所以现在暂时 我们要主持一下 我们这个A姬战队 好像自从一年前 录完这个节目之后 第一次在线上相聚 我们现在隆重邀请我们的主持人上线 那是谁啊 A孟磊人呢 他又下线了 孟磊吗 对主持人是孟磊 下线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 你看孟磊 韩信他在干嘛 天神下凡 他在偷家 他说了一个名 高司令 你当主持人吗 山姐 对你当主持人 我只会去揭手 我觉得你非常的少 怎么说 来给我一个台词本 让我来 暂时暂且的 做一下这个主持人好了 主持人开场了 好 接下来孟磊 先说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战志巅峰 周年现场团建直播 成都A机超晚会专场 Yeah 太好了 对我们是好像录制这个节目 是一年 是整整有一年了吗 有一年了 有一年了 好像一年了 我们那个被虐的日子 竟然是一年前 剧透子是能说的吗 稍微透露一点点嘛 要不然就是怕大家不是 这是能说的吗 就是海报都看到了 这就是什么 女儿国 女儿 女儿国 救了女儿国的人 上下 来了来了 嗨 欢迎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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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呀 不行 我们那个凳子不行 我们得换一个凳子 把那个小凳子 好 Hello 主持人梦内 主持人好主持人 Hello Hello 我刚刚担任了你的主持人的这个 对 我都说 我感觉我可以 给你担任主持人 对 等你当先等太久了 就没办法 只能把你的台本拿来念一念了 没有 刚才连麦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等下我们换一个阵子 不然伊诺没冷了 她的头不见了 要不你这么久 要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表演个才艺 偷家 在峡谷中给你们表演个节目 我这个也换一 OK OK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好的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战志巅峰周年现场团建直播间 直播周 成都AG超王会专场 今天就由我来暂时担任主持人 也是第一次上岗 也有点紧张 如果我发挥不好的话 那就靠兄弟们自由发挥了 如果有话就扔鸡蛋吧 好的 那为什么叫周年团建呢 因为战志巅峰6月11号就要开播了 而我们开播节目熟度差不多一周年 对不对 是 一周年了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场周年团建连麦 所以让我们开一个好头 开门红嘛 对不对 战志巅峰 战志巅峰 可以可以可以 战志巅峰呢 作为一档展现真实电竞赛场的节目 肯定少不了在俱乐部集训的环节 没有错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成都AG超王会 几位电竞新人们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俱乐部的故事 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好的 他们是节目中的野王黄明浩 鲁班十级学者 何鸿杉 十级啊 十级哇去厉害了啊 新晋女野王孟佳 还有最强辅助薛明 和具有超强学习力的印堂少女 303张亦凡 那几位在 那几位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吧 现在正是开始 再来一遍 你们可以重新介绍一下 好吗 新来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姜黄明浩 黄明浩是队长 队长队长队长 对对对对 我是那个我们那个战队的队长 没错 那我是我们队的鲁班 哪里有鲁班 哪里班 和红杉 十级学者 十级鲁班 那我得咋介绍 我是新晋 新晋女野 野王 没有叫王 新晋女野 野王 我们的野王眼督 大家好 我是新晋 我是我们队的辅助 最强速 你是啥 你是一条鱼 有点卡 我们队快乐的当方 是的 气氛 是的 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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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现在距离你们在俱乐部训练其实已经隔了一年了 对于俱乐部期间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多少呢 我就来考考你们检验你们团队默契的收到了 好的 好的 来吧 我们团队应该很有默契吧 一年都过去了 OK 那在之前呢 你们有想过电竞俱乐部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电竞俱乐部 感觉会有很多吃的 有很多水 很多凳子 很多电脑 很多 很多吃的 很多水 很多电 很多队员 很多队员 没有错 确实有 然后有个大食堂 吃那个 那叫什么来着 大锅饭是吧 像那个学校 学校那个大食堂 学校的那个大食堂 来个队去拿 一碗给你一勺这样子 确实 因为以前我在火爆嘛 我们队要每天跳操 我就在想我新进的队用不用跳操 只要不用跳操就行 不用早起跳操 那应该会比较晚 应该没有那么早 那当时 记得大家刚到A季的时候 其实都很兴奋 也是第一次来 应该 然后记得小贾一进门 就好像自己家一样 特别热情的 给大家介绍A剧的成员 那接受训练几天后 大家有什么变化吗 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开心 而且大家都很兴奋 对 有啥 大家有啥变化吗 OK 大家有什么变化吗 什么 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大家训练了几天后 有什么变化吗 就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那肯定是变强 比如呢 比如 有细节一点的吗 细节一点 加哥 细节一点的 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有默契 然后本来好像就是感觉是过去秀自己的 结果发现被秀了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战斗的那种 然后他就被轻讯的队员们给激火激怒了 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恨不得手机不离开 然后对 然后就是很很急迫的想要把我们的这个这个五个人的这个默契程度给拉高的那种记忆好像比较深 没错 总结 那在训练期间教练其实会指出大家问题嘛 然后现在想起来对于教练给自己说过的话 就是哪一句哪个印象最深 就教练给大家说的话 就是说你哪个没有做好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有一个 他说我 我觉得你不适合打发育录 你要打下去的话 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就走不远 同时我告诉你 听诺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 这个语气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这语气很明显哈 脚架呢 还有吗 我就是那个脚哥一直说我一打游戏时我就开始在那边发抖 紧张 对 太紧张了 不会你还会紧张吗 游戏都打这么多还紧张 我这个还是紧张 第一次比赛嘛 那肯定紧张呀 宣明简单 我就是以前觉得辅助还是挺容易的 但是经过训练之后辅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简直太多了 你不光要占位置要告诉同伴信号 还要记技能 记时间 就这个记时间 各种buff刷新时间真的是太难了 发现辅助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对 亦凡 我也是打辅助 就是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觉得我其实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脚哥问亦凡 然后哎呀我这太精彩的部分我要直接现在说出来的话 没有我就跟大家打个比方 我最记得就是脚哥对着亦凡说我是打比方 我不把原话说出来 他就是问亦凡说 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你不需要想一下为什么不等于二吗 对 脚哥 叹眼了 对要下几个非常非常精彩 我们跟脚哥有非常多的故事 脚哥 太多了 我可太多了 人都懵了 对 亦凡就是 不知道大概 就是他平时 他会说我单杀了 他说何鸿山你单杀了 你此时此刻应该干嘛 我说我打得核心 那去读书看看 三姐应该说 三姐应该说 脚哥问三姐 你单杀了应该干什么 然后我们三姐应该你应该说 发个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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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那一般在比赛结束后 你们会去做什么呢 要复盘 复完盘 你复盘 太深刻了是不是 有什么故事是吧 先被挨骂 找出自己的错误 然后积极的去改正 OK 那你们对伊诺的印象 就看他打比赛 和他本人实际性格 有什么反差吗 太好 也在嘛 对吧 也算一个教练 应该也算好 应该也是教练 是的 一说 一辈成就没想到他 打游戏都打得这么好 没想到他唱歌也那么好听 刚好小姐你评价一下 伊诺的唱歌水平 是个什么样的水准 已经没有词语来形容 只能有手势了 完全说不出话 被惊叹的 电竞百零秒 百零秒 那我问一个其他人 就是黄明浩不是作为队长 就是大家觉得他表现如何 就是在那个 表现太好了 表现得非常好 就因为我们队的节奏 其实都是队长来带嘛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不太熟悉 所以他就是没有发号指令 然后没有可能 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顾着自己打 但是到后来 我们磨合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带领了 有一个那种带领头的那种作用 然后就是时时都是关注着 每一个队员在 峡谷里的时候走向啊 什么要 现在该干嘛呀 我们现在该要去干什么 然后他都会很清楚 就带领大家是吧 让大家成为一个团队 一个队长的领头作用 带头作用 一诺快夸我两句 牛逼牛逼 厉害厉害 那节目录之后 曾在AG训练的大家 就和一诺有没有私下切磋一下 那还是带了两把的 有啊 有是吧 带的让自己想 然后再一诺评价一下大家的实力吧 就近期的王者实力怎么样 近期没怎么跟大家玩啊 就跟Jaskin玩的比较多 然后他玩的是中路 他玩的那个碗额 那不是我 那个不是我 那个不是我 我知道那个不是你 是另一个 另外一个人 绝对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 孔高正 有孔高正 新人打野吗 怎么可能是我呢 OK那我问一下一诺 就当时啊 在训练赛的时候 黄明昊就和你再多次 就野区争锋相对 黄明昊 听说黄明昊还单杀了你 那比赛结束后 你们有两个有solo过吗 有一说一 我真不记得你单杀了 我 我真不记得你单杀了 我都记得 有一决 我们一队 你送的很凶 比我还凶 是不是 男力王是吗 对 他是活武吗 我是活武 对 我活武 我跟你讲 一诺这个男力王 啥都不干 他就盯着我去 就盯着杀是吧 逮着杀 然后好像有一波 没杀给被他反杀了 我直接直接直接叫起来了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印象 好像是这样子 我们是打什么训练赛还是打什么友谊赛的时候吧 打友谊赛跟我们做了赛 最后被我最后被我踢了四个 然后被我对我一脚踢了四个 对 然后手就抖了 偏修了一波 OK 那如果有第二季 一路就还希望大家到AG接受训练吗 有没有兴趣当主教练 会设置什么训练难题 那个考验大家 也不是说折磨大家 就那个对吧 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好 如果第二季 大家有机会再来到AG训练 我希望我能当这个主教练 我想体验一下当主教练的威严 毕竟我平时经常被教练教训多了 骂多了 我也想体验一下 骂的感觉 我们为什么是受气者 那当时在俱乐部 看他们训练 之后他们又经历了数次的战队赛 因为我看着他们一路觉得 谁成长比较就变化比较大 我觉得大家变化跟进步都挺大的 比如说 打就怎么了 你就信嘛 诺仔 都看不到你了 比如说 洪三姐 一开始指挥一个鲁班 后面向我请教很多射手 然后天赋异禀也去练起了很多射手 对 那是因为我都用了你的名文 还有吗 还有太多了 说不过来 说不过来 OK 可以针对一些王者的知识点 给大家提出一些考题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好的 就比如说 很简单的 就比如说炮车 对吧 炮车在游戏中会 第几波加入战斗 四分 四分钟 第几波 我就知道十分钟 六七 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是弩车 这时候是弩车跟炮车 我们就算那时候的吧 那时候 你说是四分钟 炮车是十分钟 就现在炮车是十分钟 弩车是四分钟 但是还没更新 一年前什么 一年前 这过了一年还要不及 七分钟 还要第七 第七波 第几波 我也不知道 什么鬼啊 第七波吧 是不是第七波 管他第几波 三十秒出一次 打就完事了 反正他会出 好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张角教练 你们家 你们家有队员背不出来 给他录屏 给他录屏 给他录屏下来 没关系 没有关系 张角已经不是教练了 OK 那这个问题略过 最适合李元芳打野的装备是什么 打野 记住是打野 红刀 红刀 对 标准的答案是红刀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套路是蓝刀 好处就是刷野比较快 那他最适合的是红刀还是蓝刀呢 一诺说一下吧 一诺 诺仔说吧 其实他最适合的是蓝刀 因为他打野刀 你出那个普通打野刀 他是不受那个 没有对野怪有额外伤害的 对 所以出蓝刀刷野快 对 出蓝刀刷野快 虽然说 叠的那个法强 没什么屁用 OK 那下一个问题 抵抗之学会降低自身 受到的减速效果的减速比例吗 哇 这问题问得这么刁砖 好刁砖 来让有请我们的孟磊回答一下 啊 我感觉啊 虽然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会降低 会降低吧 减速比 减速啊 他只会降低减速的时间 应该比例不会降低 抵抗鞋是 就好像将怎样 你被将怎样意见能烫到 但是你还是会减速 但是时间会变短 但是减速比例不会变化 是的 哎 没有问题啊 那再问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啊 目前排位赛规则中 大家应该尽量拿排位吧 如果在排位上 排位中使用某英雄 就排位的时候 就有个英雄熟练度的问题 就是该英雄熟练度最低需要达到多少 才可以在排位中使用 篮子 大概那个战力要达到1万多分以上才能排位上才可以用吧 对 100啊 呃 战力最起码到8000分 啊 啊 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我们玩的好像不是一个游戏 大概然后才可以打排位 啊 你是不想遇到坑队友的 不然会坑你是吧 我记得不是上面有一个那个熟练度的那个小星星 对 蓝色 蓝色 绿色 绿色 绿色吧 打了200 排位了好像 绿豆 那个叫绿豆 没有错啊 就是绿宝石 绿宝石就可以打排位了 哦 哦 OK 再问一个问题啊 关于那个比赛的 知道夏季赛开赛时间吗 不会是明天吧 明天 哇 好像这么巧啊 我们都不知道 明天不会 明天不会 第二场就有AG的比赛吧 哎呀 哎呀 明天不会是Eno要 哎呀 Eno不上场吧 我们都不知道呢 都不知道是 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 呃 确实是明天 明天 明天敬请期待吧 敬请期待 能赢吧 明天 你觉得能赢吗 我觉得必须赢 那就必须赢 那就必须赢 好 好好好 必须赢 必须赢 OK那明天也是AG的比赛 呃 那大家能不能给AG打个call 注意一下 必须 AG加油 AG B胜 AG B胜 AG B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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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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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兄弟们的打call 给你们磕个头呢 磕个头 哈哈 来 好 现场看一诺直播歌头 那不如唱歌嘞 那要不唱个歌 唱个歌吧 这么开心 一诺 唱歌吗 太多人了 我害羞 但是私底下给你们吃 好放过他 放过他 嗯 OK 那作为我们AG的毕业选手啊 看来其实也没有忘记在俱乐部学习的知识啊 这必须值得鼓励一下 而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 看看那个网友弹幕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想问大家的 就大家弹幕有什么问题想问 可以那个打在公屏上啊 问题想听一诺唱歌 唱啊 唱啊 你这 怎么说 要倾下嗓子 倾下嗓子 随便小和两首吧 可以可以 没问题 那就 来一首最近很火的爱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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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子 哦 哦 哦 王兴敏男孩儿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那也就是我在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机抄寻 那是因为我关心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 太棒了 天哪 太棒了 OK 那我这个也问 就是那个 观众的问题啊 就观众的问题 就小贾在整个节目中最遗憾的是什么 如果 或者说如果重来一次你想回到节目中哪个时刻 可以谈谈 啊 可以谈谈为什么 遗憾的话 应该是 这不行啊 这我一说就是 就直接剧透了 对 哦 那太多了 那换一个 说一下 应该是打的最后一场比赛 那你浅说一下 应该是 我和三 我打的最后 我们打的最后一场比赛 非常的 就比较遗憾吧 比较遗憾 对 因为那个咱们就是说 就是比较遗憾 对 因为有些训练 要打出来 就比较遗憾 嗯 但是我们队很好 我们队真的是 很棒 对 很棒 不重要了 结果已经 嗯 嗯 那下一个问题 问问 问黄明浩 我的网额也恐高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 我的网额也恐高 我 那一起恐高吧 可能变成哭音就不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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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已经变了 那我问一下啊 何鸿山 何鸿山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从节目里的嘉宾挑选主五人战队 就是重新挑选五人 你会选择谁 谁 这个问题也太得罪人了吧 为什么会给我提这样的问题 哎呀 确实呀 我也我也觉得 你应该会选 在你旁边的那四位吧 是 但是我还想跟蜜姐一起组个队 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那完了 那你觉得 你觉得要把谁踢出队伍呢 那我把我自己踢出去吧 下一个下一个 孟佳姐你认为 现在的你是野王姐姐了吗 现在的本命英雄又是谁 野王姐姐 我最近 我最近 反正这个赛季的四杀是金柯雷 是阿柯给我的 然后 觉得好像 好像 比起那个时候比赛 比起那个时候真的 在训练的时候要好很多 然后最近拿手的是 是 桑琪 桑琪 你用桑琪打野吗 没有 没有 打野了 转转完辅助了 我用桑琪来服务大家 然后移动泉水 奉献精神 对 OK 宣明作为前女排队员一定能理解团队的重要性 在战志巅峰这个节目里有没有同样感受到那个团队的精神 对 因为我们这个王者他是五个人一起的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和分工 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这么的默契又融洽 所以我们的一个团队就非常的棒 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一样的 也有团队 一样的 嗯 问一下 亦凡姐喜欢玩什么英雄有什么心得 我最近 你喜欢玩中飞水 前辈 前辈 对 听得就是说战士赢 然后 没了 好 我根本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 对 好像卡了 你 你就是了我的心得 哈哈哈哈 你搞好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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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多为他第一次演 然后 保护我们 对 然后 有事 啊 哎呦 你的 你的卡 就是把每一句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话卡掉 然后最不重要的一些形容词 我们都听到了 我怎么怎么 那我再说一遍 我们只听到了 你再说一遍 OK再问一个 亦凡姐就现在打游戏 是什么水平 就是正常的水平 比之前稍微好 还听不见 听得见 听得见 这就听见了 正常水平听到了 现在比以前好一点 我已经 以前好一点 以前只知道 阿鼓里走性 这有一个问伊诺的 就伊诺在参加录制整个节目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当时候发生什么事了 当时候 就那个时候刚交了我们的这几位朋友几年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就孟佳姐在发了个视频给我 发了什么视频给我 这个就不剧透给大家了 就某人生气了 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他是怎么生气的 就是谁生气了呢 谁呀 谁呀 到时候看吧 看吧 看吧 我也不知道谁生气了 好的 让我们期待一下节目的播出 对 嗯 期待 非常期待 那还有 有人想问 诺教现在最喜欢的英雄是什么 现在最喜欢的英雄是公顺利 因为这一球实在是太好上分了 阿里是吧 有可能是会不会因为你玩的比较好 我也喜欢 我问孟老师认为在俱乐部训练期间谁的进步最大 怎么还有我这个问题啊 孟老师 谁的进步最大 是吧 说实话当时 就我来的 我去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就我能看到大家就进步都很大 你要说最大 我只能说没有最大 只有更大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没有问题 大家我觉得就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实力 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有没有 有的 真的有的 对吧 从一开始啊 像华明浩他一开始前 就他之前没有来 其实就玩得很好 其实我跟他也玩过嘛 也玩得很厉害 就很多位置也大 但有可能现在就更偏向于团队了 就感觉这个团队游戏不是一个个人游戏嘛 对吧 对 等等就 没有错 对 孟老师 在俱乐部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给大家教过一些密集打法 比如A级的企业文化 偷家 偷家应该没有教大家 我应该一些英雄的一些小技巧啊 也应该也跟兄弟们说过 应该跟大家说过 有吗 应该有吧 有 我记得应该是有 就是一些英雄啊 要不在团战 要不一些英雄的技巧应该有 说过 但是我忘了 好像还不少 不少 就 大家最近也经常打游戏嘛 想问问大家 给大家推荐一个上分英雄吧 上分英雄 上分利器 就每个人推荐一个英雄 或者你在的位置 推荐一个英雄 你打什么位置 推荐什么英雄 你要不对长先 好 可以 队长先来 队长这个最近已经转到发育路了 队长每天都在打射手 我也推荐阿里 然后我要那个 我最近也在努力的练习阿里 然后准备大概就是准备大概 明年就去AG 然后给英诺当替补 对 不用当替补 直接来紧替我吧 今天就来给你当替补 红山 那再问一下小姐 大家对电子竞技的理解是什么 不然这么认真吗 对电子竞技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 非常的热血 然后是一个团队的游戏 然后大家 就是用我们节目组的一句话 就讲得特别好 就是 输了一起扛 赢了一起狂 对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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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一会儿本质上的 就其实都问的差不多了 大家 就是今天发的宣传片 大家有没有看过 今天发的宣传片 有有生气的那一趴 有那一趴 对 有火龙狗 啊 那我刚才还不如直接说了呢 那还不如直接说了 等下 等下 那可以说一下 很严重 是 本来以为 我以为节目里面 我以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巨帅 我一看怎么这么好笑 有一看怎么这么好笑 其实 那我手机没有很多的素材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看起来应该也很好玩 主要是 就还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还是大家 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嘛 对 都是很容易上头 对 对了 刚才我们上个话题 那个推荐 上份英雄还没有推荐的 就那个小贾推荐了 其他几位 你的大传奇那么大的吗 我们已经聊完三四个话题了 你现在还让我们推荐 是的 我们定人嘛 思维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对不对 哦 好的 那红山推荐一下吧 对 不是 现在小贾跟我排位 他老去玩射手路了 我就不玩射手路了 那我推荐中路的吧 中路我看小乔也增强了 作为牵藏小乔 我就推荐小乔 哦 推荐乔妹上份 也没什么问题啊 虽然比较冷门的英雄 绝火哥 绝火哥 绝敏剑魂 我推荐张飞 真的张飞这个英雄 就不管你的队友选什么 不管你的边路 对 不管你他站边还是坦边 你选张飞 你都可以保住你的save 而且张飞现在出的那个专精装 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用 就很多人不懂 就你出了专精之后 你就减速50%的这个 特别的好用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张飞 出了专精 你二技能就不能套盾了 所以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然后我在这跟大家推荐一下张飞 然后也可以出专精做辅助 特别好 二技能踩别人脸上就减他百分之的输出 也是非常厉害 对 减伤 没有问题 我觉得张飞挺好 又到了重要的问题 听不到的环节 听不到 我推荐 孙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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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扔技能就行了 随便扔技能就行了 随便扔技能就能上分了 OK 没什么问题 生病拉扯能力 后期也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核心辅助 是的 那那我最后推荐一下我的 还是我的推荐一下我的本命 米莱迪吧 因为其实米莱迪真的 他因为这是个那个推塔游戏嘛 所以其实米莱迪的那个推塔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虽然他现在不强 但是他的小兵还是非常有用的 他比较符合AG的企业文化 偷塔 直接无兵线偷塔是吧 确实没有闯 就是带个急跑 偷完下路 偷上路 偷完上路 而且如果有个大桥的话 简直了 哇 这个电梯坐的 就是非常的巴斯的band 哎呀 我最近大桥很厉害 我俩再组一个 好的 现在直播结束马上 马上开启 桥里 对了 就今天其实也是高考的日子嘛 大家就可以为那个考生加个油吗 可以 队长先来 队长先来吧 现在就是考试的学生们都可以 能够取得自己的好成绩 发挥优异 红杉 就是希望高考的宝宝们都放平心态 把你最好的状态给拿出来 让自己不后悔 加油 志明姐 希望我们高考的学子们能够梦想加一 成绩加一 加油 来 一凡你慢慢的 慢慢的说 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就是 放平心态 轻松硬 沉着的冷静去答题就够了 丁太师 那我就为考试出来的考生们说一句 你们辛苦了 然后 希望后面的 可以让你的超常发挥 然后就是把你所有背过的题 全部都从脑子里面这样扯出来 然后把答案全部都写对 然后 刚刚大幕有说让 Justin教你唱Rap 对自己有什么想说 你要学吗 就是大幕有人说 就让Justin 就放平号 那个教一诺唱Rap 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我们讨论一下 一诺根本不用我教 我以为他刚才唱的那个就是 我们以后会有合作的 需要我 对 我们一起合作出一首歌 没问题 这里问一个大家 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比较厉害 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怎么面对 就是自己有压力的时候 就有可能你在王者有压力 或在生活中有压力 这个是比较广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那怎么面对比较好呢 突然进入了鲁玉有约 来队长 我觉得 你就在王者有压力的时候 怎么 对 你就说一下王者有压力的时候 就比如说 对面中单压爆了你 怎么办 那就 那就换发 直接换去打发育录 逼战 我觉得有压力不是一件坏事 有压力才有动力 可以 没什么问题 说得好 被子 红杉 我就觉得如果生活中有压力的话 那我就会选择打游戏 那游戏中 那我们组队 在AG这个队 其实挺有压力的 因为 要去 在这个射手路嘛 就作为后期的大C 就很害怕自己死 自己死了 就感觉就没了 就最害怕的是这个事情 只要一到后期 就感觉神经挺紧绷的 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就跟Justin换个位置吧 别别别 你来打野 三姐 他可能是说他想当队长 我好想 我就说路 我画一个 我打 放个位置 你去打射手 我去打个 都行吧 都行 其他的 其他的都行 好 明姐 我想到以前 我们打奥运会的时候的那种压力 其实还是挺大的 就是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一个是调整心态嘛 再一个就是还是要武装自己 自己强了 那么你的压力就自然会小了 有道理 有道理 一凡 我也觉得其实心态还是最重要的 要学会自己去调节 我压力的时候 我就退出王者 深呼吸 大概三次之后 然后再打开 然后再就是 换路 要不再去坑一下别人 什么之类的 有一种报复心理 就你不想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对 换个号再上 反正分 换号再上 分时时刻刻都可以上的 那要不就是跟队长打个电话 就可以 咱就是说可以上分的一个大动作 也好 那好也是 是 OK 那我们这一次的战志巅峰 周年团建直播就要 差不多要结束了 到这里我们也和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就会在正片中呈现 就我刚才听你们说那个什么 是什么东西砸的来着 火龙果 火龙果 一定很有很有意思 我觉得 非常 是一幅画你知道吗 这是 一幅画 对 最后 火龙果 火龙果砸出 随手一砸 砸出了一幅画 一幅画的感觉 哇 我真的会戏 OK 那么我们最后就大家用各自的方言 安利一下战志巅峰 让观众们别忘记 6月11号中午12点 一起来看节目 最后就大家用方言 然后安利一下这个战志巅峰 这个节目 来队长 好 队长先来 大家6月11号一起来看战志巅峰 非常的精彩 大家都特别的认真 支持我们队伍 支持AG 然后加油 等下队长 你这个是用哪里的那个方言 不太会方言 好行 那这个就过了 用的普通话 红杉 6月11号 特别帮这个 我可以说成都话 成都话还是回忆点 可以可以可以 是不是 战志巅峰 6月11号 用成都话来说好了 大家就听收看 如果你想打卢班 就不要抽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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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输入了一个什么芯片的那种感觉 我在想想北京话怎么说 就是大家吃完晚饭没事的时候来看看我们6月11号的战志巅峰 好嘞 味道 是吧 用东北话讲 战志巅峰 嘎嘎好看 嘎嘎热血 笔 ya 老蛮了 非常 奴 听到了 都听到了 疑四语句 都听到了 哦 我 我是什么 我是 哦 好 6月11号勒 请大家过来看一下那个战志巅峰 让我们来看一下 黄明浩的那一幅 世界名画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好期待哦 真的是 这是黄明浩哦 还好咯 然后孟磊 我们的孟磊跟一诺也用各自的方言 跟你来吧 来介绍一下大家 我想想我那个方言比较难 都要来都要来 都要来哟 完蛋了我也不会方言 你就用你的歌声唱出来 两位都不会方言啊 那我 我会 我想一下 你先来 我要想一下我这个方言 大家各自用方言来安利一下 战志颜丰 6月11号 中午11 中午12点 一起来看战志颜丰 谢谢你们了 怎么一个话外音吗 伊诺你根本你的脸都不能听 我的脸太红了 我太害羞了 这是一段说唱吗 这是一段说唱是吗 刚刚说唱应该是说唱 是一段说唱啊 孟老师想好没 OK 那我来了啊 这个有可能你们听不懂啊 好没事 6月11号 多感觉心里的 台队以新娘里娘 战志颜丰 OK 是哪个话 是听不懂吧 你们应该只能听得懂 那个战志颜丰 我觉得 有人说是泰国人 这是闽南语 对对 闽北的 哦 哇 对 他那边方言比较很复杂 就是有可能听不懂 就跟普通话就区别很大 是的 我听过闽南语的歌的时候 就发现的确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好了 那我们这次的节目也就 就我们这个直播也差不多结束了 大家 拜拜了 好的 拜拜 明天加油 拜拜 明天加油 明天加油 加油 拜拜 拜拜 是需要我来关吗 看这咋关 需要我来关 好的 拜拜 同志们 拜拜 拜拜 好